他曾经是一个天才少年,年几十八岁,就已经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更是一举创造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个搜索引擎,从此走上了创业之路。 在他的带领下,公司一经上市,市值就一度达到了惊人的五十个亿,他也从天才少年完美转变,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天才企业家。 那么这一路走来,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本期的《紫牙同区创始人观察》就带你一起认识一下这位搜狗公司的创始人,原CEO王小川。 故事还要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说起,1978年,王小川出生在了四川省成都市里一个条件还算不错的家庭当中,王小川的父母从孩子小时候开始便十分注重教育,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夫妻二人很快就发现了王小川要比同龄的小孩都要聪明。 于是,对于这个孩子,王小川的父母可以说是用尽了精力去教导。 王小川在念小学的时候,他的数学老师开设了一个有关计算机的兴趣小组,因此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电脑,别的小孩碰到电脑都是为了玩,为了娱乐。 但是王小川可不是这样子的,从一开始,他接触到计算机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就立刻喜欢上了计算机这个东西,研究这一段又一段的程序,编码。 虽然王小川一直沉迷于电脑,但是他的文化课成绩可一点都不差,尤其是数学成绩,他一直都是年段里面数一数二的人物。 王小川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成都期中的实验班。 很快,他又在全国数学联赛当中拿到了一等奖,宝宋进入了市区重点高中,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那么接下来他又获得了怎样的成绩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他曾经是一个天才少年,从小便喜欢上的计算机,每天套在机房,又在初中时期的全国数学联赛当中拿到了一等奖,那么步入高中之后,他又获得了哪些成就呢? 1994年,王小川凭借着出色的成绩,以及对于计算机长时间的学习与热爱,他加入到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课题研究组,在全部的初等几何命题全部被证明之后,他拿到了伊丽达青少年发明奖。 除此之外,1996年,他还和另外三名同学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匈牙利的信息奥赛,并且最终,他拿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金牌,也正是有了这枚金牌,年仅18岁的王小川就收到了清华大学的特招邀请。 他最终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天才少年的称号就这样传开了。 但是,刚刚踏入清华大学的王小川,很快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低谷,恰逢当时网络游戏十分发达,时刻喜欢把玩计算机的王小川也是沉浸在这其中,学习成绩不仅有了明显的退步。 而且,生活的也是越发的颓废,直到有一天,同学们的流言蜚语传进了王小川的耳朵里面,他们怀疑,这样的王小川根本就是走了后门,才能够拿到这宝贵的保送名额, 否则,一个天才怎么会那么快,堕落成这样呢? 听到这些话,让王小川深受打击,他决定放弃网游,重拾自己的学业。 每天,他除了在宿舍里面写代码,就是泡在图书馆里面温习功课。 谁也没有想到,成功熬过低谷的王小川,竟然迅速地重新回到了巅峰,成绩直线回升,他在计算机器里面成为了叱咤风云的存在。 1999年,刚刚念大字的王小川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能力来到了青年社区网站ChinaRain进行兼职, 而在这里,他首创并开发了一个具有初步语意分析能力的搜索引擎苏悟空搜索。 几个月后,网站的浏览人数屡破新高,成为了当时中国国内的第四大网站。 王小川的才华也第一次拥有了可以施展的平台。 2000年,王小川本科毕业,并且他还顺利拿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名额, 可就在他准备继续深造学业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那一年,张朝阳的搜索公司正式上市了, 为了让公司在上市之后继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 他花了3000万美元,直接将ChinaRain收购了下来。 而王小川自然是别无选择,他只能跟着自己的心血,一起投奔了搜狐, 可是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学业,二者终究无法兼顾, 那么他会如何进行取舍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曾经是一个天才少年,年几十八岁,就已经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 研究生毕业之后,更是一举创造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个搜索引擎, 这一路走来,他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张朝阳不忍心这么一个宝贵的人才流失, 最终他告诉王小川,不用纠结了,可以放心地去攻读自己的硕士学位, 工作上的事情,他会一直给王小川保留住岗位的。 有了这番话,王小川终于安心了, 直到2003年,他才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毕业之后,他正式加入了搜狐这个大家庭,并且当上了一名技术经理。 仅仅过了一年,王小川所带领的团队就研发出了一款 在当时炙手可热的搜索引擎,他就是搜狗。 搜狗的上线,占据了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一席之地, 在输入法开发完成后,更是吸引了无数网民的追评, 年仅27岁的王小川靠着搜狗,坐上了公司副总裁的位置, 然而没过多久,搜狐公司就迎来了一次变故。 2010年,因为谷歌正式宣布退出中国, 所以张朝阳决定将搜狗彻底地拆分出去, 而他的拥有者自然非王小川莫属, 直到2017年,在王小川的带领下, 搜狗历经了14载,终于成功上市, 并且在上市当日,市值就达到了50亿,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曾经的天才少年能够完美转型成一个天才企业家, 可是任谁也想不到的是搜狗的巅峰时期, 竟然仅仅只有上市的那么短短一天。 上市后的搜狗, 整体收入长时间都处于一个负增长的状态, 似乎没有资本愿意再给搜狗注入新的血液了。 虽然王小川想要努力, 但是即使他还有力气奔跑, 搜狗再也跑不动了。 2020年,马化腾出资将搜狗收购, 而他也在一年之后正式卸任了CEO一职。 如今,王小川还没有成家, 他一心一意地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了搜狗身上, 却得来了这么一个结局, 实在病人唏嘘。 那么,你对于王小川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